太破烂不符合北韩美学 金正恩下令摧毁南韩盖的旅馆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有大动作了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金三胖最近下令要摧毁一间 有南韩盖的旅馆以及有两韩共建的度假村 金刚山观光地区位于南北韩交界的北边 由于1998年时开放给南韩旅客旅游 直到2008年南韩旅游客误闯观光区附近的北韩军事区 因此遭北韩哨兵射杀而暂停南韩游客旅游 根据BBC报道指出金刚山曾被称为南北韩合作的象征 根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 伟大的金正恩主席在近期视察金刚山当地的度假村时 评价南韩盖的建物太破烂且缺乏北韩美学 并让他想起灾区的临时帐篷或隔离病房 KCNA在10月13日星期三报道 金正恩以下令移除所有南韩盖的丑陋设施 并开始着手建设现代化服务设施 而大家最爱的北韩狂人还提到 张有北韩自己发展金刚山的观光产业 那这山骑北北那么厉害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